一切要从四年多前说起 将谢之针自虎穴狼窝中救出之后 谢之方往江南递了两封信 一封走的是赵尔巴景的驿站路子 另一封则动用了他经营已久的关系网 前一封信里陈述了纪文鱼的种种恶行 求太子替他们姐弟二人主持公道 后一封信除了述说此事又多加了几句话 若太子只收到这一封信 说明纪文鱼在中间做了手脚 此人狼子野心手段了得不可不妨 太子与纪文鱼感情深厚自然是半信半疑 他回到长安的前一日 谢之锋骑快马先行迎上 坐小船登上龙舟 与太子私底下见了一面 殿下尚且不知亲自教养大的弟弟 是个怎样狼心狗肺的小人 他所托的不止我姐姐 还有整个江山社稷 微臣知道 他提出一条苦肉计 打算借此机会离了纪文城门下 改投宁王军中 这样一来 既可令纪文鱼质得意满 露出更多破绽 也可顺便打入宁王阵营 对他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 免得太子糊里糊涂地中了阴招 明堂 你实在不必如此 我虽能力有限 但护住你和慧和妹妹 不让阿渔再动你们半根寒毛 自问还是做得到的 微臣所求 不止平安二子 谢之风端端正正跪下 向太子恭敬地行了个大礼 微臣是殿下为兄长 因此也不怕殿下笑话 我对我姐姐生了男女之情 想要光明正大的娶她为妻 待到始朝那一日 我想法子更名改姓 换个身份 求殿下看在我肝脑涂地的份上 成穿了我的一片痴心 太子瞠目结舌 半晌没有言语 二人皆是心知肚明 谢之风坦诚此事 不只是在向他陈述 孤身涉险的动机 更是将足以令他前途近毁的把柄 主动交到了太子手里 做了忠心不二的投名状 如此 即便有天东窗事发 为了谢之真的安危 他也不敢供出幕后主使之人 倘若侥幸事成 他真的娶了姐姐 因着有这么个软肋在 终其一生都得乖乖盯太子差遣 绝不敢起二心 姬温诚苦笑道 宁堂 你就这般相信我吗 臣没有别的路子可走 殿下仁义温厚 心怀天下 将来必能成为一位 标柄千古的明君 臣愿做殿下的马前卒 为您出生入死 若不幸生死 还请殿下看在我的面子上 独独照顾我姐姐 若侥幸生还 求殿下务必成全 之后 谢之方便和太子在宁王面前 唱了一出好戏 顺势痛殴了 姬温语一顿 狠狠出了一口心间恶气 他顺利改投入宁王麾下 短时间内就获得了 对方的信任 在辽东混得风生水起 毫不风光 在姬温语派人秘密监视 他的同时 诸多棋子也被他 悄悄洒了下去 比如玄城道人 长得像姐姐的替身 一个个披着宁王挡羽的皮 却被姬温语暗中收买的官员将领 难将李山峰点火的探子 究其根本 进阶效忠于他 谢之方颇有耐心地 找出姬温语扶植党羽 大监寺中的重要证据 使人一一送报于太子 太子渐渐心寒 表面上却不动声色 依旧与那好六弟 须与尾夷 汹涌地公